哈喽大家好我是东东 今天我们一起开箱来试用一台路由器 来自华硕的RT AX86U 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用过华硕的路由器了 我上一台华硕的路由器应该是华硕的AX11000吧 对了那一款路由器马上也要推出Pro版本了 当然这一台AX86U我也是用过的 我最早最早用的一台就是算是比较高端的华硕的路由器是AC68U 那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路由器 很多朋友买那款路由器最终都刷到了梅林系统 那个也可以说是很多玩路由器的小伙伴们的一个启蒙的机器 那个机器当时真的非常的火 大概在三四年前吧 而我今天手中的这一台AX86U Pro呢 从名字也就能看出来 它是这一款AX86U 也是可以说是去年前年的一个中流底柱的一个机型的一个升级版本 Pro版本 OK今天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这一台AX86U Pro 外包装没有太大的变化和之前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在这上面呢 首先先看一下它大概的功能啊 2.5G这个在之前的AX86U上面也是有的 然后电竞级手游加速 这里面应该是含有UU加速器的插件的 大户型智能组网技术 AI-Mesh也就是它是可以支持组Mesh的 Mesh联网的 从AC时代华硕好像就已经有这个AI-Mesh了 OK也没有其他的介绍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拆开 打开之后呢 和华硕之前的所有路由器都是一样的 一个简单的APP设置指南我们可以扫码来进行这个设置 然后还有一个高级无线网络设置小帮手 其实也是就是通过我们的网页来进行设置 OK这个就是AX86U Pro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把天线装上 这边呢是有三根天线 我们把天线拿出来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和它的上一代也就是AX86U 不能说像吧 简直是一模一样 它们我感觉应该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地方不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手头没有老的那一台86啊 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在它的正面呢 一共有10个指示灯 基本上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指示灯上获取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背部的接口 背部的接口也和86U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 只有一点点区别 有AX86U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那就是它少了一个USB3.0而变成了一个USB2.0 虽然是它的升级款 但是USB的3.0接口还退步了一点 退步成了一个2.0 然后这边的网口呢是一样的 这边是四个LAN口都是千兆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千兆的WAN口 然后再往左呢是一个LANWAN的公用接口 是2.5G的现在基本上中高端的路由器都已经配备2.5G的网口了 而且大部分这个2.5G网口呢都是LANWAN共用的 然后就是这一台AX86U Pro和它的上一代AX86U它们有哪一些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其实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使用了全新的CPU是16纳米的 并且它的5G芯片也使用了全新的都要规格更高一些 这是它们一个主要的区别 当然作为一款无线路由器 所能提升的东西 无非也就是CPU和这个2.4G或者是5G的芯片了 其他的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OK这就是这一台AX86U Pro继续沿用了它非常经典的这个外形 这个造型应该已经使用了好几代了 从最开始的AC86U到现在的AX86U Pro中间应该是有三四代 当然期间还推出过一些联名款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那个鬼灭之刃 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联名 这一款的联名好像还是比较多的 鬼灭之刃的那一款造型就非常的骚啊 我个人还是喜欢这种低调一些的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机进它的后台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激活华硕的路由器可以通过手机的APP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通过电脑的后台网页来进行初时化设置的 像这种普通款的华硕路由器呢 它的后台依旧还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哪一个WAN口 有千兆的WAN口和2.5G的WAN口 这里我们选择用2.5G的WAN口 OK我们再次进来这个后台就看到了这个 我个人觉得是又熟悉又陌生的这个华硕的后台啊 无论是用梅林的朋友还是用华硕路由的朋友后台都是这个样子 在这一侧呢有一堆它的功能选项 像悠悠加速器 这个网络监管 智能网络卫视 还有组AI mesh 包括它这个游戏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给它添加一些游戏设备 以获得最佳的游戏体验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Mac地址来给它添加进去的 因为我现在只连了我这个电脑 所以这里面没有东西 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手游加速 如果你是经常玩手游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去下载一下这个APP 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三级端口转发设置 也就是这个OpenNet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游戏加速的功能 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开启了这个之后 可以创建游戏的端口转发规则 并优化游戏就是主机到服务器的路由风包 而提高这个游戏的体验 其实它就是通过打开这些被封锁的端口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数据会更加通畅一些 因为我不玩游戏啊 所以我没有实际去尝试 但是我去看了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评论 大家都普遍反映这个功能确实是有一些游戏加速效果的 这个悠悠加速器呢 就是和我们平时那些路由器带的悠悠加速器都是差不太多的 然后这个网络监控家呢 其实就是来看我们现在局域网内各个设备的一个流量情况 目前我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电脑连接上 然后这边会显示它一个实时的一个流量数据 家长电脑控制程序 这个我之前是没有见到过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选中了我的这台电脑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要给我的这一台设备 禁止访问什么东西 我们就可以详细的去设置了 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智能网络WASH 它就是一个防火墙了 然后再往上就是AI Mesh 我现在手里呢是只有这一台华硕设备的 所以我只能用单台来给大家来测试 作为对比呢 我就拿小米的这一台王者AX9000来作为对比 当然他们从价格上来说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在各个品牌的定位呢是不一样的 这一台AX9000在小米是旗舰级的 但是这一台AX86U在华硕的产品线里面算是一个中档的 它上面还有AX11000还有AX88都是要比它高阶一些的 所以这个对比呢它并不是同一个量级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AX86U到底行不行 首先我们先来一个近距离的测试 我现在呢给它接入的网络是全链路已经突破了千兆的 从光猫到软路由到它全部使用的是2.5G的网口 然后我们拿手机先来近距离测试一下 它所使用的是博通的芯片 而我的手机是用的高通的 我之前所测试的小米的路由器 他们都用的是高通的方案都是高通的CPU 所以和这种高通的手机的兼容性会更好一些 我现在连上它的WiFi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2401就是2400MHz 这也就说明它现在是使用了4×4 160MHz 但是它是只有1024QAM的 所以呢它的速度是只有2410也就是2400MHz 对于千兆来说 我们现在所接入的宽带都只是千兆的 对于突破千兆来说 2400MHz这样的一个握手速度是完全够用的 OK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测试一下 它可以轻轻松松的就突破千兆 它现在的这个速度已经和我有线连接来测试是差不太多的 还是非常强的真的是非常强的 OK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把它拿到楼下 然后来测试一下这一台一台机器 然后来覆盖我们全家 这样的一个速度是怎么样的 拿到楼下以后受限于端口是只有千兆的 所以极限速度大概是在940MHz左右 可以看到AX86U Pro在楼下一层 几乎每一个点都达到了千兆的一个极限速度真的是非常强 哪怕就算是在楼上它的速度也要比AX9000要强一些 AX9000它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是AX86U Pro它的整体表现 它在楼上楼下所有点的表现都全面超越了AX9000 OK经过我这一轮简单的广域网测试 大家觉得怎么样 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啊 作为华硕的路由器有这样的表现 其实我并没有十分的意外 但是在楼下它在所有的点都能跑满千兆这一点 还是让我蛮吃惊的 我现在反而比较好奇的是 AX11000的Pro版本它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大家不要觉得我这是打广告啊 以上的数据全都是我实打实的亲手测出来的 当然华硕的路由器 我也不需要过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 后台非常的优秀 大家也都看到了它有很多的功能 但是呢华硕路由器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它的价格普遍都是蛮贵的 所以就看大家怎么去用这一台路由器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主路由去使用的话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性能够强功能够多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搭配一个软路由 把它当成一个AP去使用的话 其实呢有一点点浪费 其实现在像我这样用这台路由器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AP 我个人觉得就是有那么一丢丢浪费的 它很多的功能在AP模式下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但好在它的无线性能还是非常强的 它目前应该是我测过的这么多路由器里面 这个数值表现最好的一个了 毕竟它用的都是最新的芯片吧 对了我也去测试了一下这台路由器 在局域往下的一个丢弯情况 和PIN百度的一个丢弯情况 都是没有丢弯的 我大概测试了有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路由器 只要是合格的都应该做到没有丢弯才对 至于这台路由器在长时间运行之后 它是否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度 这么高的一个数值呢 今天我是没有办法告诉大家答案的 我只能在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和大家来说 我之前确实碰到过华硕的路由器 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必须要重启 必须要断电才能恢复它原来的速度 我确实碰到过 不太清楚这一台会不会这个样子 另外就是等AX11000Pro上市之后 我应该还会再买一台来 然后和它组成一个Mesh网络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来测试一下 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这样了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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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